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 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 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功勤响与海内外的老师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一致高兴 一致高兴 重甘重药 永不如我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道师慈悲教导 行星期日飞阳 不如心目 不如 尊厌 伤 言 揪 而 尊师重道 我 尊师重道 倘若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小地 小地 小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系列节目 教孩子的学问 第十二集 叛逆的根源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 今天我们这边呢 又被家长接走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 是小姑娘 今年已经十四岁了 她是从山东那边过来 死活不在这边学习 她呢 就觉得这个地方太苦了 而且呢 这个地方都是培养老师 每天读书 她不喜欢读书 也不想做老师 另外呢 这边要求很严 她不如觉得不如在家里舒服 在家里可以自由自在地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第三呢 在这边不能经常见到妈妈 觉得家里那个氛围好 跟父母在一起 然后一个大家族 有兄弟姐妹 其乐 融融 觉得这个环境好 在学校里吧 她觉得不好 而且她这种状态呢 她就很难跟其他同学融入到一起 后来就是每天哭 想家 觉得自己治不在此 后来我们就把她父母请过来了 她父母是什么意愿呢 她父母啊 很希望孩子在传统文化学校学习 将她以后呢 有学问 有德行 这是她父母对她的希望 但这个孩子自己又讲呢 说我没什么兴趣爱好 我也不喜欢读书 我就想将她以后啊 像副教子 天天在家里照顾照顾丈夫 然后看看孩子 这就是她的生活吧 那我们说那你想学点什么呀 只要跟读书没关 只要跟读书没关系就可以 哪怕学个手工啊 那个女工方面的 在家里做做就可以 她有什么爱好 她说呢 回家要学画画 写毛笔字 这她的想法 那么这种情况下 她父母什么态度 她父母就只能随着她了 是妈妈后来跟我们讲 她说我劝了她七天呢 在房间里单独劝她女儿 做她思想工作 做不通 她心思还是不想在这儿 她说那我就没办法 随着她 要不然总哭哭啼啼的 对身体也不好 最后呢 领回去了 走了 领回家里去了 家里派车派专车来接的 像碰到这种情况啊 我想不是个别的 啊 很普遍 光我听到看到的就太多了 家长开口讲第一句话 我要征求征求孩子的意见 是吧 你们当班主任也常听吗 是 或者就是父母很高兴 老师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孩子也愿意 他也愿意来 三岁的孩子 所以父母就讲 孩子愿意来 对啊 所以我就问那个家长 哎 是 你现在的孩子愿意 第二天他又不愿意了 你怎么办 他父母愣在那里 说明什么呢 父母这种想法完全错误 错在哪里了呢 糊涂 糊涂到家了 此话怎讲啊 他多大 三岁 五岁 八岁 咱不要说八岁 十八岁 他懂什么 怎么能大人听他的呢 西方价值观 对现在人的影响太大了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教育专家 害了多少人 他们讲什么 一定要从小尊重孩子 他有他的人权 他有他的自尊 对 你给他人权 你给他自尊 最后孩子毁了 毁了 怎么毁的呢 他根本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他懂什么 你可能会反对 那我们家孩子什么都懂 他懂的那个 对不对 是不是以丑为美 以恶为善 以非为是 大人还能听他的了 那你说为什么大人听他 大人也糊涂 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 举世都糊涂了 长辈和晚辈都糊涂了 那可不就得听晚辈的吗 首先 孩子 那你说孩子是对的 他明明说对的 我们要不要听他 那也不行 为什么 这是人伦 现在人他不识人伦 所以他这话就听不懂 怎么孩子对了也不能听他 不能听他的 不能有这规矩 从他开始就不允许 有这么一件事都不会 听他的 那下回错的也得听他的 为什么呢 成了规矩了 谁对听谁的 那应该怎么讲呢 父母叫徐静廷 弟子龟投一句话 这叫人伦 这叫道德 这个东西不能破坏了 你看那个街上 孩子为什么敢揪着妈妈头发 掐着妈妈喉咙要东西 他哪来这么大胆子 从小听他的 什么事情都不能听他的 这是真理 这是对的 那你说我们大人 万一要是说错了 交错了 那就得好好学着 不能说我们怕说错了 怕什么就得听他的 天下没这个道理 因为大家现在完全不识道德 不知道人论 所以就听西方的 那就是吗 就好像不知道怎么走路一样 有人过来邻里走 你就跟着走 你真的知道 你还需要他带吗 你知道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做人 你都非常清楚 所以像这样的家长 我们见的太多了 处处要听孩子 看孩子脸色 看孩子脸色 将来的下场就是什么 将来下场就是他打你 骂你 你要受着 按着看他脸色 你生闷气 全家人痛苦无比 谁教的 从小乱伦 没把人论交给他 混乱的 儿子教徐静庭 女儿则徐顺承 是不是 孙子呼应无怀 孙子命行无来 家家如是 把人论都颠倒了 把这还成好玩的 爷爷来了 给这个 要月亮吗 刚给完星星 还拿这个就挺好玩的 一家人给他祝寿 古话上讲 儿孙不可祝 不可作寿 尤其是小孩 不可以 现在都家家都祝寿 麦当劳 肯德基祝寿 围着他 祝他生日快乐 折服折寿 为什么呢 从小让他感觉到 我是这家的 老大 我是这家的皇帝 祖宗 就这么教 大人伺候他 长辈 孝敬他 他能不出问题吗 受命折寸 福报折寸 话又说回来 人生的道路 多不容易 我们四十多岁 算是过来人 多不容易 听他的 听三岁的 听八岁的 什么道理 出门望左 望右 他都不知道 一脚踩钩里 他都不知道怎么掉进去 然后听他的 他想不上学 就不上学 将来 这些孩子还会恨家长 他还会怨恨 当初你为什么不叫我 不什么 那会父母只有哭的份 妈妈现在就哭了 不用到时候 每天一来到学校就开始先哭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将来更不知道 十四岁 就这样 什么原因 他生下来不这样 生下来 你看那小婴儿都一样 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家长差别大 像孟母 这些古圣先贤的老妈妈 那都是了不起的女子 好妈妈 明白人 把孩子都叫成圣贤了 现在人 有几个懂的 都是糊涂妈 糊涂妈 然后孩子都跟着糊涂 所以你想想 他刚十四 他就说不上学 就回家了 来个专车就给接回去了 他的妈妈跟爸爸是很溺爱孩子的 而且 但是他们不承认吧 不承认 没感觉 我没溺爱 都这样 我见到的跟你们见到一样 而且妈妈一种说法 爸爸一种说法 这十四岁女孩子就是我不想学习 我想回家 那爸爸说 那就回家吧 你想结婚 过个四五年 你就结婚吧 就这样的 这个女孩子的理想是什么 相夫教 他也向不了夫 他能克服 他也叫不了子 他能害子 那为什么呢 他不学圣贤教育 所以中国古人 被现在人误会到什么程度 说我们欺压妇女 老祖宗中华民族 一直欺压妇女过来的 那要是欺压妇女的话 那那些古圣先贤都是哪来的 石头缝蹦出来的 那不都是妈妈生的吗 妈妈不都是女子吗 他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 从汉朝有记载到之前 我们都能看到周朝的三胎 胎教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周数 可以看 可以看大代理记 那里边专门有胎教 那是周朝的 距离现在三四千年前了 从那个时候去教育女孩子 怎么当妈妈 怎么当良母 怎么当先妻 她能不受教育吗 杨振宁老先生讲 他之所以现在取得这么大成就 他说来自于他妈妈 他说我学的那几千个字 都是他妈妈教的 那是我人生的基础 非常遗憾 后来他学了物理学 如果他真的要是学儒家的这些 那是伟大的教育家 换句话说 现在他功成名就是一个人 如果按照圣贤的教导 他学孔子 那教育出多少圣贤 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 那就更了不起了 人有了 所以当老师伟大 当教育家太伟大了 空老父子 就是了 所以 那个女孩子 十四岁 她就不上学了 不学传统文化了 她不知道怎么当太太 她能像得了父吗 她能叫得了子吗 她连骑马的道理她都不懂 不明理 像从何来 叫从何处 所以她妈妈不应该由着她 那你要问怎么办 严加管教 从很小的时候 三两岁 你试试 敢不听话 你比如说这放个苹果 孩子要吃 妈妈爸爸就跟他说 这个不能再吃了 因为今天你已经吃了一个了 再吃就贪心了 贪心 人要贪婪 将来就会做坏事 你别看他小小的一两岁 还要张手拿这个苹果 不听话 那父母就这样 那孩子 咧开嘴就要哭 再哭 不敢哭 这个时候爷爷奶奶要配合 应该怎么样 回避 你看 爸妈妈那教育的孙子 回避 为什么呢 那小孙子马上就看爷爷奶奶 只要是 爷爷奶奶那边一给支持 马上就哭出来了 肯定是这样 爷爷奶奶就是 不听话 走了 这回他就没退路了 叫一个孩子全家人配合 然后那孩子就在这听着 告诉你话不听 从明天起 苹果不许吃了 这回你还甭吃了 他不吃那一个苹果 没事啊 现在那个爷爷奶奶 哎呀 你敢这样对我孙子抱过来 先给他妈妈爸爸一巴掌 苹果买一筐 吃天天吃 奶奶这有的是 几十年来家家如是 我们见太多了 所以都交成小祖宗 都交成小畜生 都是逆子不听话 哎 家长分家掰掰着嘛 你说东那是非说西 对 是不是 那你说孩子听谁的 肯定哪个叔父听哪个的 是不是 哎 能躺着我绝不站着 是不是 你就知道 教一个孩子 全家人 如果要有一个外行 就不好办 所以建和统结很重要 先统一思想啊 怎么交 咱们再说怎么生 你别回头生出来之后 那孩子等着 咱们在这开会 那来不及了 中国古人代代相传 怎么当妈妈 怎么当爷爷奶奶 他代代有人交吗 你看这古书里都有了 家训 是中华传统话的宝典 宝库 那里有态头 家家户户 都有家训 家有家贵 家家不一样 哎 所以说 这孩子你要这么教 那有的那个专家 他理解不了 他竟胡说 哎呀 你这样不把他孩子吓坏了 吓坏了 你现在这不吓坏了 得精神病了 哎 我还是那个话 历朝历代 都有家法 有那大手板子 有那大屁股的板子 请家法来 把人都交好了 代代没毛病 你什么时候听说 你看历史书 宋朝 宋朝有精神病院 明朝 明朝 开封那 开封精神病院 有吗 你在看现在 哪来那么多疯子精神病 都那么出那么多问题 什么原因 现在都讲平等 都惯着 惯着是违背人性的 溺爱是违背人性的 他心里扭曲了 所以有的家长 有的甚至专家都讲 你这么教 会不会孩子心里扭曲了 哎 你教给他正的 他心里 一点阴影 什么都没有 你反过来 你溺爱他 你惯着他 宠着他 你去看那孩子 都有阴影 都扭曲 都变态 自杀的很多 这就证明 按照 真正按照古法来教 历朝历代 几千年来 没那毛病 我就是这么教过来的 我上小学 哎 犯毛病了 跪在爸爸面前的 哎 我跟你们讲过 我上初中 班主任打我手感 我没有心理阴影 我也没成精神病啊 都那么同学 都那么爱他吗 你敢 你敢这个 这个 这个导弹 犯坏 你试试 没人管你了 都老实 都好 都健康 我们那个时候 真正叫健康 活活也淘气 但正常 你看现在孩子 他会淘气吗 你就看着孩子 他会淘气吗 淘气的能力都没有了 你就看着孩子 不知道 哪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啊 你们见了很多 阴阴郁郁 是不是啊 哎 也不知道 他是哪出了问题 其实哪出问题 教育出问题 老师 您刚才讲到 说对孩子 这种严厉管教 实际上 他是不是就是持戒呀 就是这种严厉的管教 不会让孩子去 胡思乱想 不会让他破坏规矩 这样的话 他会得定 然后会开会 是这样的吗 这个说实在话 得定开会 还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先把人的规矩 先学会了 第一个规矩是什么呢 看长辈的脸色 如果倒过来 长辈看他脸色 那你一定是 不说家破人亡 反正也 也有 也有罪受了 人伦你颠倒了吗 十四岁 他就决定他的终身 说不上学 就不上学 然后家长还得劝几天 哎呀 我 我说现在这家长要问到我 我问我怎么办 那我做快劝他 小宵的 我没说 哎 刚几岁 你试试 反了你了 他就不改 试试都得听家长的 那家长听谁 家长都从圣贤书里学来的 家家都教好了 否则的话 从小就商量 什么事都得看孩子 他用那个老爷爷的话 他懂个狗屁 你听他的 那你 你像个当爸当妈的吗 所以家怎么好 父父子子 然后家安定 哎 哎 家政怎么样 天下就太平了 周易里的话 哎 父亲像个父亲 你这跟孩子商量 哎 父母跟孩子商量 这就不像父母 这父不父子不子 乱就从这乱来 不会当爸爸妈妈了 西方价值观 还民主 我得跟他商量 老爷爷说的真对 他懂狗屁 你跟他商量什么 他懂什么 他刚十四 他说他相父教子 这都是说胡话的 歪嘴说胡话 你能听他的 你这当妈妈的能听他的 老师 现在很多家长 他没有学过传统文化 他本身就是糊涂的 我在跟这个14岁的女孩子 我跟他交流的过程中 他妈妈还很高兴 就跟我讲 说孩子之所以不想在学校学习 还有一个原因 离父母太远了 不能照顾父母 不能孝敬父母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讲 我说 他现在看到你每天泪流满面 每天最期望的就是孩子 能够在传统文化学校学习 他连这个他都做不到 你让他回家孝顺父母 孝顺您可能吗 家长他本身 他就有点糊涂的 这个事情都很正常 说实在话 父母舍不得孩子 不能让他到很远的地方去求学 他能找很多的理由 那孩子一拍即合 我们看到很多当妈妈的 80后 实际上他自己还没长大 他都没长大 他怎么教孩子 那你说他从哪来的 我们没讲 30年来 一孩儿化 都是溺爱 30年前出生的 现在那可不当父母了吗 他就是被溺爱大的 你说他会吗 不能怪他们 我们讲这些话 绝对不是愿怪父母 子女绝对不能批评父母 不敢 知道父母也可怜 没学过 不知道怎么教你们 才会出现今天的乱象 老师我们真遇到这样的家长 这个小孩子是男孩子 姿姿是特别的好 我们特别喜欢 这妈妈呢 舍不得孩子 这妈妈就讲 说孩子在传统文化学习 无外乎就是背书嘛 他回家 我教他背书不一样吗 所以我就是很想请教老师 孩子为什么一定要跟父母分开 就一定不能够让父母来教导 要让老师来教导 为什么要在学校学习 不是说在家里学习 在古代的时候 你不要太古老 清末明初还是这样 那个时候 父母和子女不分开 他上学他天天回家 所以现在有的家长就说 那过去怎么没有这样 现在还必须得在传统文化学校 一待就待一年 好长时间不让回来 那过去为什么不这样呢 过去传统文化有啊 家家户户 父父子子啊 他人会做家长啊 另外 在过去没有电视 没有网络 没有这些污染 所以孩子回家 他受到的 看到的都是人道的教育 现在不行了 现在全是混乱的 颠倒的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传统文化下 很多传统文化学校 迫不得已 你先不要回家 跟父母先暂时不要见 他是有这个道理在 如果你要说 为什么不要让家长自己教 古代也有这个问题 叫一子而教 什么叫一子呢 交换孩子 张三的给李四教 李四的孩子给王五 王五的孩子给赵六 大家换着教 或者是送到四处里去 老师教 为什么呢 人的这个情职太重了 家长看到孩子 越看越欢喜 你们说他不好 我看挺好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孩子呢 现在家长都这样 打他骂他下不了手 怎么看怎么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古人明白 人的情之重 自己的孩子很难教 所以怎么办呢 给他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再有 如果有的时候 打孩子打得太重了的话 也容易伤了父子之间的感情 所以他有很多层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得让他成才 又得让他受很好的教育 还得打 还得骂 那怎么办呢 一子而教 那老师手上有分寸的 不会把孩子打坏了 目的是让他受皮肉之苦 生羞耻心 长记性 打记性 是为这个 所以把孩子都教好了 如果在家里 那不行 那孩子看着妈妈 心里边根本不在书上 那不可能的 摸摸东 看看西西会儿 来个客人 这一天就荒废过去了 根本不行 另外 你说电视网络回避了 周围的孩子 也能把他教坏了 这太多了吧 是吧 是 我们这前两天 刚来了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我们看这孩子有点小 我们跟家长讲 我说我们可能 有点照顾不过来 这妈妈就跟我们 就是很诚恳 就跟我们讲 说老师 说实话 我没办法带回家 我旁边那个邻居 是开网吧的 然后他们家的儿子 每天拿着大玩具 汽车在那玩 然后那个孩子 可能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 他说他动不动就打人 就骂人 周围的小朋友都怕他 说我的儿子 跟他在一起 肯定得学坏了 我都不敢把孩子放在家里 不要等以后 这个孩子看到了 半天 一会儿他就学会了 是 妈妈就讲了 现在开始学会 说不了 以前这孩子 妈妈爸爸学佛 孩子比较乖 说自从跟这孩子有接触 这孩子学会说 我不 我不 开始会这个了 都是边上有人教 孟母三千 为什么传千古 不是说歌颂孟母 而是教育给天下的妈妈 你们要学她 你的孩子才能教好 学到什么呢 择林而居 选择邻居 现在你能选吗 哪个地方有如理如法的好孩子 好家庭 太难了 学传统文化的人 大家还有点共同语言 你要跟外人说 人家还笑话你 你们家不精神病吗 家家都拿大玩具吗 我看到过有个孩子 十岁 男生 他在小的时候 家里有钱 他真的不会教孩子 爸爸给他买玩具 买一车 一车玩具 结果怎么样 这孩子现在比谁都傻 比谁毛病都多 小的时候过瘾了 长大 那一身的恶习 那你清洗吧 不会教 所以古人 你看 拿个什么小布冷骨 拿个什么小花笼瓣 这些东西 小玩具 小皮球 够了 绝对不能把玩具弄成产业 那是外行 弄了之后 好像赚钱 把孩子全都教坏了 你看看家家户户这些孩子 还没到比吃比穿的时候 先比玩具 他一岁两岁 他就比 你看我有这个 他拿更大的 那个又去找妈妈要钱 父母在那后边给着煽风点火 是吧 孩子就在那比 从小他就什么 虚荣心 贪心都起来了 甭管父母死活 我要的你必须得给 要不然我在外边丢脸 老师 那有一些父母 他同样也会担心 您刚才讲到 一子而交 那父母就会担心 孩子不跟父母在一起 时间长了 会不会跟父母没有感情了 感情从哪里来 四个字 哪四个字 念之在之 你们听你有个道理 他心里边总想着就有感情 对吧 换句话 现在的孩子天天都尾着妈妈身边 天天都不离手 多大都得抱着 他跟你有感情吗 你死了 他都面不感受 你说我没觉得 长大了你就觉得了 现在他还在那找妈妈 长大了他就不找了 你早点死吧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逆子 家里边孩子都不好管 我们为什么不觉悟呢 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孝道吗 他就这么孝顺我们吗 让我们早点死 给我们顶嘴 给我们脸色看 所以 要想真的得到孝子 第一个 要让他成为有孝心的孩子 让他那个孝心先启发出来 先教给他 第二呢 告诉给他父母的恩德 第三 你说我一个月回私家 半年一年回私家 天天在学校里 怎么办呢 拿着父母的照片 早上起来给父母磕头 晚上给父母问案 要跟父母讲话 爸爸妈妈今天辛苦了 而不能在父母身边 但是希望父母吃得好 穿得好 我将来学成 学有所成 一定会照顾好爸爸妈妈 天天说着 见不到父母 有作文课 叫灯下一双亲 有的学校开这堂课 晚上了 夜深人静了 不忙了 白天都洗劳读书 灯打开了 想念自己的父母 尤其在自己小的时候 这一路长过来 父母对自己的恩德 写出来 自己想 对自己都是教育 灯下一双亲 写作文了 用古文写 一开始可以用白画 后来用古文写 给父母画画 这幅画是这个星期 送给爸爸妈妈的礼物 有的时候学校给奖励 奖励里边做的好的 给奖励 有的时候是给吃的 那个吃的学生们舍不得吃 见到父母 半年之后见到父母 给父母吃 这样的孩子你要不要 他是真正的心跟父母在一起 念自在自 这个重要啊 不在行事啊 天天围在父母身边 要吃要喝 最后长大啃老 真是跟父母有感情吗 重实质 不重行事啊 那行事要是重的话 它有个风险 天天跟父母在一起 情职不能断 该到求学的时候 不能安心学业 周围环境污染 所有这些风险 你怎么解决 所以没办法 只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让孩子离开父母 好好授受 人道的教育 孝子的教育 孝子教育 弟子归立写 亲所好 立为巨 换句话说 爸爸妈妈需要的 喜爱的 你都要给他 送到眼睛尖 好了 今天就想吃 这个面条 这个面条 那种陕西那种做法 爸爸最喜欢吃 你会吗 你会吃 亲所好立为巨 空话 他做不到 到学校可以 学校天天教他 怎么做饭 洗衣服 怎么伺候家长 半年之后回家 给爸爸端上了一碗 陕西边 爸爸最爱吃的 他会了 亲所好立为巨 他能做到 否则天天在你身边 那就是你给他做 情职重 一看孩子在那 做饭 不行 出来出来 妈妈不做 爸爸做 永远都教不好 老师 我们现在发现 确实是 来自山东的 他就是这样 妈妈一手带大 所以他跟妈妈的感情 非常非常的浓厚 所以等他到了 求学年龄的时候 如果 我告诉你 这种感情不好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 他14岁了 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干 是 一直是妈妈伺候大的 对 他不好在哪里呢 我问你 妈妈如果生重病了 住院了 他能伺候妈妈吗 他连顿饭 他都不会做 一直是他妈妈伺候他 你说 那个时候妈妈难过 他呢 看着妈妈生病 一点不能尽消 妈妈出差了 他怎么活 不能自立 如果这样的女孩子 长大了 他要嫁人了 三天两头 流眼泪想妈妈 不离婚等什么 谁家能要这么个林大玉 天天在这臭臭达达 在这背背窃窃 在干嘛呢 你说人家公公婆婆 能受得了吗 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 在想他妈 你就知道 这种溺爱 你把你的闺女害了 所以 当妈妈可不是一般人的 自古以来 我们中国那么多 君子 仙人 圣人 都是妈妈叫出来的 二学老师 我们发现 有些小孩子 三岁五岁 送到传统文化学校来学习 那妈妈就觉得 哎呀 孩子可能会想我 可能会离不开我 后来我们发现 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 是父母离不开孩子 那个孩子有个两个小时 或者半天一天 他就适应了 就没事了 但是妈妈在外面住着 就牵肠挂肚 想自己的孩子 他为什么会这样 所谓不能够 深明大义 什么原因 我们讲 师父告诉我们 断了三代四代了 你去问爷爷奶奶 哪个爷爷奶奶能说点 跟圣贤上所讲的 明白话 没有了 不知道了 就是一味的溺爱 伺候他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覆潮之下 岂有顽暖呢 树上那个鸟窝 掉下来了 扣了 鸟窝里边的鸟蛋都碎了 你想找个好的 没有 为什么呢 整个的连根的拔起来了 传统化 多少代都不学了 你找个明白人 不可能啊 谁知道啊 你这么个人说 人听着 也对 但是不敢相信 为什么呢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电视台不播 你想想 人家问的有道理啊 就是啊 你这么好 这么对的东西 那为什么电视台不讲啊 电视台都讲什么 讲钱 怎么赚钱 刺激你欲望的东西 所以你说说 千家万户 他怎么能正常 这孩子怎么能教的好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月月清明 风雨饮食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业早晨 阿弥陀佛